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批文件不是亨特拜登的故事 而变成了叫做James Baker James Baker推特答案变成了FBI的答案 FBI的人如何进入推特 如何在推特当中借助自己的身份跟权利 来保护美国左派势力的利益 来掩盖真相左右大选结果 影响大选结果 干涉大选结果 去左右选民们对事物判断的一切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因为在James Baker 在他内部的文件当中和他的曝光当中 包括一些他们之间的email跟推文的相互转换 透露出贝克以自己的权利在左右阻挡着马斯克的释放亨特拜登文件的这么一份事情 这就变成了事情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也就是说他同样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利 架空马斯克 而马斯克当时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而这之前呢 又包括 贝克本身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指挥着推特里面的政治审查人员 去删在包括2020年选举的时候 删除了相关的一些文件 相关的一些推文 而被删除的相关的推文文件所来的指令 是来自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来自于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局 就是跟川普完全死对立的那部分 来自于FBI 所以就是贝克在执行着来自于美国所谓政府的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的相关的跟FBI的相关人和民主党人 那他们以正当的正当的理由 正当理由 就是一些所谓文件推文 包括一些不健康内容啊 包括一些仇恨啊 语言啊 这种说法 从而左右了美国的一切 他真正概念就是说 美国政府部门内部 以自己左派势力的方式思维 去直接影响了 参与了美国大选的本身的一种带风向的东西 而美国政府在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川普政府 所以表面上还以为是川普政府在干涉 不是 所以天下没有川普这么冤的 而这中心人物呢 James Baker呢 正在接受刑事调查 这篇报道实际是2019年的 2019年的报道 那当时呢 Baker已经离开了司法部 在2018年离开了司法部 第一时间进入了 进入了推特 所以这个倒也就讲说 而当时主管美国FBI的人就是雷 所以雷巧妙地用自己的权力 在以不同的方式保护着Baker 他大概就这样 那这是过去的 那现在这篇文章呢 这是最新的一篇文章 马斯克瞄准了维基百科 因为他考虑删除了轰炸式的推特党案调查条目 并称其为叫非凡的左翼偏见 那这里面就是在 维基百科里面 在记述了现在与Baker相关的故事 就是Baker出世这段 就是Baker本身在左右 违背马斯克的旨意 背着马斯克 去来指挥这个推特的一切 而这部分已经进入了维基百科 结果维基百科想把它删掉 说它是不准确的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维基百科 同样在替马斯克的对手说话 也在替左派说话 所以马斯克就急了 维基百科正在辩论是否删除 新的有关推特答案上的内容 他们没有吐露任何新东西 被媒体忽视 马斯克说讨论的本身表明 维基百科是左翼的代表 是左翼代表 所以这里面是在讨论维基百科 但是在维基百科 在讨论维基百科当中的过程中 他触及到了这个Baker 我们主要介绍跟Baker了 所以这是马斯克的一条推文 是6号晚上的一条推文 所以对维基百科本身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左翼的基地 这是维基百科的 所以都是这一套 完全都是这同样一套东西了 这社会没救 真的没救 这些 因为他们 我跟你讲 他没救在哪 他都是价值观 对不对 他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说 男人就应该是男人 女人就应该是女人 他的价值观不是 他男人随便做女人 做什么 做二爷的 做五国台玩 他就想做什么 他就这么认为 你打死他 给他碾成肉饼 他也是这么认为 而这个认为的本身 是背离道德的 而他呢 却讲说 你跟我说道德 我不反对 但我需要更大的放纵 就是我说的自由 对吧 道德我没猫着 我这块肉随便耍 那家伙耍一下试一下 他给劲了 他给 真给劲了 对不对 他是这个 你跟我证明道德的存在 那我可以跟你 我这块肉 一给劲的时候 我真给劲了 我可以给你证明啊 这不就现代科学 你说怎么办 谁说怎么 我跟你讲 没招务 所以人类只能经历 大惩罚 与道德同在的 那么一份超然的力量 去毁掉这些懒肉 你可以信 我没说别 我只说个道理 如果你觉得这个 如果觉得这个道理受伤害的话 要不了多久 我跟你讲 西方左派 意大利左派 就冲进 就冲进这个梵蒂冈 把这个米开朗基罗大审判 非给他咔嚓了不可 脆吐 给他脆吐 他是没有人性 灭绝人性的 毫无自由的 侮辱人的 因为人跟鬼化在一起了 人怎么扔是鬼呢 对不对 才会智力有生 还在讨论文革呢 很多人讨论文革 都不知道文革是什么 是生命意识形态的冲突 生命定位的冲突 所以这个 我没有你说 我讲了有时候讲了 我自己说都没进 人太烂了 真的太烂了 骂了烂肉都是台举 我真不开玩笑 烂肉 烂肉它还是人肉呢 很多它不是人肉 那维基百科删除了什么 这些 我们主要是讲 讲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跟这个 James 就在这里提到 新的推 马斯克解雇了他的 法律顾问 James Baker 发生 从而引发了这场争吵 其实就说 引发出叫推特档案 那他压制 马斯克讲说 Baker故意压制 他命令释放出 亨特拜登丑闻的 那部档案 所以就变成了 演变成这个 形象 昨天马斯克推文说 鉴于Baker在压制 对公众对话 很重要的资讯方面 发挥作用的担忧 他今天被辞退了 Baker对 有关电脑盘事件的 所谓的解释 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那记者 那记者 Meta Meta Tabee MetaTabee 就是负责释放 MetaTabee释放 星期五释放 第一批内部档案 他声称 Baker被解雇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 故意在维护 所谓第一批档案的过程中 他审查了 其实他故意审查了 第一批档案 在而 Baker在审查这批档案 本身是没有权力的 是背着马斯克干的 他是背着马斯克干的 所以这就是出现了问题 等到第二批星期二 那这里他提到呢 共和党人科默 已经向Baker发出了 发出了信 类似传票 要求明年 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出庭 就是 已经开始审查了 那Baker呢 是科米之下的 FBI的总法律顾问 有关通俄门的事件 向他是最主要的 参与人选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 这里面叫MetaTabee 就讲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六号的事情 六号的事情 然后呢 他就再次就提到说 我可以告诉你部分原因 在星期二的时候 推特的这个FBI Jim Baker 给fire掉了 给开除了 那有众多的理由 那有众多的理由 而最关键的其中的理由就是 他背着 他背着新的管理层 私自审查 推特档案 而他私自审查推特档案 是为了能够替亨特 拜登家族卖命 而他的前面身份是FBI的人 这都是什么东西 那 贝克离开社交媒体前 曾经释放出内部档案 显示 他在讨论 有关 亨特电脑盘的问题的时候 包括2020年10月份 禁止了说 他的一些相关的 所谓的报道说法 那 而其中包括 贝克跟全球通讯的 前副总裁 叫Brandon 之间有过交流 当时Brandon问说 推特上的 所谓骇客材料政策下 禁止 关于亨特拜登的文章 我们真实的声称 这是政策的一部分吗 这真的是 所谓的政策吗 贝克回应说 是政策 因为我们需要 谨慎 在星期二新的一个 推文章 推特推文当中说 贝克在释出之前 发现去审查了 私自审查内部档案 并故意推迟 向Tabby和另外一个记者 叫Barry 释放出第二批档案 而这个新的管理层 就是马斯克 所以马斯克 被推特 被贝克玩了 而贝克是FBI的 钱 那制作推特的档案过程 跟透露一名接近管理层的律师 向两位记者交付 这就这段部分 就是Tabby 在讲述着 如何执行 马斯克释放文件的政策 所以他讲说 整个周末 我们俩 我们两个人都感 都感觉到 就是文件放不出来了 然后 然后呢 他就去找说 到底谁不让放出来 是叫James 然后他就去打电话 问James是谁 James叫Baker James Baker 他说 呀 我的下巴 这个叫魏斯 就是这记者 我下巴掉地上 我说 怎么会是这么个人 这编报师 这是集聚这么一个争议的人 从斯蒂尔档案 到阿尔法 混 丑闻 这些都是栽赃川普的 一直到FBI 一直到2019年 对他进行刑事调查 而2018年 他辞职 所有 他参与了所有的造假动物 他是中心人物 但他却依然活跃了 所以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马斯克才被告知 这个是那个Baker Baker 马上把他开除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整个故事 从头到脚 一直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故事 太多都是假的 这是相关 这是 Maita Tabit 是在2020年 10月24号时 当时在讨论有关 当时他是纽约时报 纽约邮报的记者 所以他知道 纽约邮报在释放 相关文件时 所遇到的麻烦 所以这就是 这基本上就是前后的 基本上是前后的 所以 马斯克称这些档案 叫选举干预的定义 川普星期六提出了 有关选举指控 指控被蒙出了法庭 呼吁暂停宪法的说法 那 而 重点就是因为 臭名招 臭名招致 纽约邮报的故事 这里面就 这里面就回复了 其中相关内容 那最后他提到呢 就是 叫Maita 就是这个中心的记者 向高管们展示了 他们的故事 他们正在努力 处理网站的 所谓的 骇客规则 对亨特拜登 电脑盘 是否透过 肆无忌惮的方式 的访问问题呢 犹豫不决 还拿出了一些 屏幕截图 展示推特员工 在遵守亨特拜登 竞选团队 所提出的 种种要求 也就是说 他展示出亨特拜登 展示出 当时推特的团队 完全受控于 亨特拜登的 竞选团队 在 在这个 在这个 FBI前司法总顾问的 指导下 完成了美国大选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的 我会认识 这一段时间里面的